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好了 稍后结束了 帮你上香还神 希望伯友早日康复 身体健康 这节是什么呢 先看看是什么 刚才那个来的 不知为什么韩濱不能停下来 先喝一口水 好 这节是什么呢 这节是想讲讲有关于警察的东西 警察刚刚公布了 这样就说 未来就招聘4月1号起 这样就调整4月1号 即是预人节 只是讲笑而已 明天开始就好像讲笑地说 讲笑地说 就调整这个这样的警员 要求 要先验毒 那为什么欢迎之间觉得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呢 到底警队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 为什么觉得要先验毒呢 不得而知 但是 大家就 昨天看到这宗新闻大家就争议了 哇 越来越放宽 居港七年都不需要 居港七年都不需要 那你一直这样放宽 那他也承认了 就是说呢 现在疫情底下 就招募就有压力 这样 也只是向其他纪录部队看齐而已 那希望呢 就可以吸引到一些 以往 未符合资格的人士投考 例如呢 一些长年在内地或者海外读书 的港人 或者是一些呢 在香港出生 但是年幼的时候呢 已经离居内地 或者是海外人士回扭 那样 那因为这些人呢 甚至说这些人还好呢 因为这些人呢 有多语言优势 那样 好了 那 我们 就是当然 昨天就 看完之后 大家就觉得 未来 就是虽然现在不是 但是未来 一路放宽下去 一路一路放宽下去 那就是 找大陆人下来做都可以 那这样 那遲些就直接公安下来 公安下来 公安下来 做警察 可以不可以呢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 公安 在香港执法 根本就不需要 就是根本就不需要 运下来 你明白吗 你说 运些公安 进去香港警察那里 其实没有那种必要性 公安在香港 直接执法都可以 其实 他要有公安在香港 直接执法 就是 抓人 抓人 又不是没试过 做过 直接在香港 抓你回大陆 试过 就是他没有必要这样做的 他没有必要这样做的 但是 你说 会不会逐步放宽呢 无论公务员 无论就是 无论就是 不需要香港 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中说过很多次 其实最终极的目标 最后的状况就是 要令到大家香港人都接受了一件事 就是 哎 你们 你们选什么是特首 还说什么是香港人 自理香港 其实 最后的状况就是 你们香港人 就继续赚钱 你们只赚钱 可以了 现在不能赚钱 现在 一直以来 我们对香港的认识就是 起码香港这个地方就是 什么都不行 只是赚钱而已 只可以赚钱 现在 这些年多两年 就告诉你们 赚钱也赚不到 不是他赚不到钱 他是立法不让你赚钱 那么 立法不让你赚钱 是谁立法不让你赚钱 是香港人的政府 你现在 那个政府 是港人治港的政府 你管到底 其实他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最终的目标就是 喂 你也觉得港人治港很有问题的 你也觉得香港人 左选又选 选来选去 商界也试试 公务员也试试 什么人都试试 地产党也试试 地产党也试试 地产党其实还没试过 什么东西都试试 左搅又搅 然后呢 你也是觉得 搞不成功 其实呢 他有个目标 最终的目标 就是搞得到 你根本就是令香港人 都觉得 唉 就是好像梁美芬那样 梁美芬在立法会 视障会议的时候 都说 喂 引用国安法 希望中央下来 接管了香港他 其实呢 未来的施政的方向 就是培育这个民意 令到越来越多 香港人觉得 就是说 大陆接管了他就好了 这样 那他就直接 找个 派个 不知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市委书记 这样 整个香港市委书记 下来 这样 然后呢 直接 直接管了他 就算了 喂 他是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那你说 喂 很夸张啊 怎么会去到这样的地步啊 香港人怎么会喜欢大陆人下来管住香港啊 咦 那分别就是什么呢 那分别就是 你现在是香港人在管你的 林郑是香港人来的 林郑事实上是一个香港人来的 那就是香港人报仇啊 现在就是香港人 林郑这个香港人向大家报仇啊 就是 大家之前 早五六年还在讨论 或者早七八年还在讨论 香港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实际上香港的核心价值就是赚钱啊 而 他就是有能耐搞得到你香港人 是否赚钱啊 他现在 昨天也是很囂張的 就是 昨天开记者会就说 喂 这个这样的 承认有人财外流 那些人财外流 就是 除了移民潮之外 就是 你的外资都走了 你当然走了 大哥 你死都不肯放宽 那些这样的隔离政策 死都不肯放宽 那些这样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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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就出入不了 那你唯有就是遷走 那这样 然后 林郑还在包吵架 林郑在包吵架 就说 是啊 是啊 这样 喂 这个人财是流失的 有些外资的人员是流失的 但是呢 无损香港的竞争 今天纯粹就 纯粹就拗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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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不是港人治港吗 你是港人治港 还要是香港女人治港 你现在 你了什么 港女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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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什么 政治正确都无论了吧 是不是 香港人都不止 还要女人 港女治港 那你女人驾车也有问题 何况管治香港 那你就故意的了 你了什么 搞成这样 好了 接着 说回这个瘟疫政治 说回那个瘟疫就是 喂 你说 这个瘟疫政治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喂 我最近都说了几次 就是 就是 香港人对专业人士 就是对专业人士的尊重 跌到他身低 就是 就是 你看到这么多专家 天天出来 胡说 胡说 是真的胡说胡说 真的胡说胡说 真的胡说胡说 你怎么会觉得 就是 我也是在节目公开说过很多次 我是一向都很认重 香港的 的 的 的医护 医毛 我现在真的很难维持 我对他们的尊重 就是 我当然 我现在不会立刻就觉得 香港医护症 就是不会去到这样的地步 但是 你以前 以前 我们一般 尤其是我们经历过沙士的人 我们 一直都觉得就是 喂 香港的医护人员 专业 拼搏 可敬 就是 你一告诉我 你在香港 是做医护工作的 你本身就已经是 加了分有光环了 喂 但是 这个光环 就已经掉下来了 头上的光环的破别 你立刻令到我觉得就是 喂 大哥 这样可以吗 这样的 你天天这样出来 乱急 尤其是有些专家 这样 天天出来这样说话 然后在医院 尤其是公家医院 做事那些 你这样对待那些人 我叔叔刚刚死了 在公立医院 你这样去 这样去处理 这样去用那个 防疫条例 然后搞得 搞得 那些人死了都没有人理 不用死 无端的死 死完之后 还摆到腐烂 那 你很难令到 喂 你很难令到我 去继续尊重你们 尊专专业破灭 尊专业的幻象破损 其实不单止是 不单止是医护的 不单纯是医护的 还有 还有 一些 很多的 很多的人员 韩彬你稍后才能查 你不太赶 你不要打烟 你最主要是 支持我做节目 你记不记得 这个是 呃 呃 我在说什么 是的 专业的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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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现在也开了很多条路径 开了很多条路径 这个医护 医护就是其中一环 就是 不需要有任何的认证 不需要有任何的文件 然后医护就可以跨境 跨境下来 叫救援香港 然后在延州 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出街 接着那些亲中团体 到处买那些广告版 租了广告牌广告版 那些很多地方的广告版 就是 答謝 答謝大陆医护 来帮助香港 就是 他周围就是 今次的温逆政治 其中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 至少就是帮他加强一件事 就是说 香港是需要被打救的 接着香港就有很多 现在香港人 现在香港人之所以 能够呼吸 喝水 吃东西 能够活着 行走于大地 就是因为 那些中国医护人员 来拯救了我们 你看到周围的广告版 就知道了 如果你有走过街 我昨天走到铜锣湾 在Sogo 对面很大的电子广告牌 就是说 感谢 感谢中国医护人员 没有你们 我们无法生活 类似是写这些东西 又说 什么东西 接着很多网上广告的插画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借他老母给我们 什么 我借出我最强的老母给你们 就借你老母 然后就进来打救我们 接着下来 不能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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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就 骂的记者 问一下 如果有问题 怎么投诉 所以骂的记者 就不能臭米气 你不要说大陆的医护 你怎么投诉 香港的医护 你都不知道怎么投诉 现在 你怎么投诉香港的医院 你现在香港很多专科 因为你疫情关系封了 然后 有各种的问题 然后他不修正 又或者你是病症的中途 他就说到你 你不紧张 你不是紧急的 然后不医护你 你也不能投诉 你不要说什么 你现在香港有多少人 亲人 在这两年的时间 有多少人的亲人离世 然后你看不到他最后一面 然后很多人都怀疑 这两年自己亲人离世 其实根本 第一 就不是死于肺炎 第二 就是 根本就是疏忽照顾 疏忽照顾的情况下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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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 反而 不是反而 就不幸地过了身 你有很多这些东西 你怎么投诉 香港你也投诉不了 还说投诉大陆医护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 不要理你投诉不了 现在不是能否投诉 而是不准准投诉 你只准准感恩 其实有一大堆的东西 包括那些医护 大陆医护 然后大陆那些什么东西 建筑工人 很经典就是 在这个 洛马州 那个 洛马州 那个 隔离设施 然后 为了建了一块东西 然后 故意先建了一条桥 就博通了 深圳河那里 然后那里没有关口 然后 就博通了一条桥 就过深圳河 然后呢 然后呢 没有人去讨论那些什么 一地两检 但是 现在不是一地两检 现在是两地都没有检 不用检 直通过来 然后这些人过来做事呢 也是不需要批文 不需要认证 那其实 你瘟疫政治就是 第一就是 已经做了很多先例 就告诉你 在紧急情况下 大陆人员直接来香港 来香港干什么 来香港救你们啊 来香港拯救你啊 打救你啊 没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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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死了大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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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死了大陆的救世主 我们死死了 死定了 香港就搞到 全世界了 香港是被美人搞到全世界了 香港是被香港人搞到全世界了 香港为什么要搞到这样 香港搞到这样 就是因为港人治港 港人治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港人治港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要大陆拯救 就是要大陆送一些清温膠 要大陆人来帮你建房子 好像那些集装商 你自己不懂得建 那样的 那些集装商 就这样摆在那裡 你好像元朗 潭美的方仓医院 那里 那里是低窗地 你什么地台都不能建 接着 求能站起集装商 就这样摆在那裡 摆下去 航好位置 对齐一条线 你就说建好了 那样 接着还要感谢他 大佬 什么都没有建过 你还要感谢他 这个就是整个瘟疫政治做出来的局面 大陆医护下来 你要感谢他 大陆医护一些货仓的东西 然后又说七天帮你建好隔离设施 接着那些工人下来 接着你又要感谢他 接着在大陆扣住了菜 扣住了肉 接着他另外再运菜 再运肉 你又要多谢他 其实就是帮助大家去调整 就是说 根本就是 最主要就是不是说 令到你很喜爱大陆 不是令到你说很喜爱大陆 而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令你不喜爱香港先 令你不喜爱香港的官 不喜爱香港的医护 不喜爱香港的医护 不喜爱香港的专业人士 接着就有香港的专业人士 全部都不喜爱专业了 这样 喂 横掉是这样 那我们把大陆放下来 起码 起码可以先买通 我乱说的 我不知道 好了 接着 现在再说回我们的正题 就是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 就算他直接可以有公安下来 执法 去到2022年了 难道大家觉得 又真是很大分别吗 你想想 这个就是 大家花了多 就是这个世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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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知道是哪个 也不知道是哪个策动 就是 到底是哪个策动 一件事 去令到香港警察 的形象 在香港这个地方 破损到今天这个位置 我想说 没有人比我更加了解 香港人 普遍香港人 到底是多么信任警察 多么尊重警察 就是 这个是因为 香港很多影视文化 遗留下来的一个 这个也事实上就是 香港警队 自从 就在这个 成立了廉署之后 跟着 跟这个廉署 发生了大冲突 跟着 在大特赦和解 跟着 其实香港政府 就花了很多钱 就是港英政府 花了很多钱 就在流行文化 然后主打就是什么呢 主打就是这个电视台 上面呢 就做很多一些 这样的警匪片 各样的事情 就去帮助大家 接受香港警察 接受香港警察 是专业的团队 接受香港警察呢 是按程序办事的团队 你看很多那些 就是大家耳鱼目掩 看那些港产警匪电影 看那些港产警察剧集 你一直都觉得 就是说 程序 或者是那些警察通例 是将那些警察 是困得很紧要的 好像呢 有那个条例 就令到他 各样都做不到 有很多那些 这样的条例 就令到他 就是 他一定要按 程序办事 程序 程序公义 都不要说公不公义 甚至乎是令到你去怀疑 令到你去怀疑 令到你去怀疑 就是那个程序 是不是已经令到他 没办法执行公义 但是无论如何 程序 警察通例 諸如此类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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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的圣典 来的 他们的bible 他们绝对不可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概念 但是这件事其实不是真的 不是说近年才不是真的 其实一直都不是真的 好了 但是呢 香港人就是耳鱼目掩 对于香港的一个政府 公务员团队 给予很大的信任 对警队给予很大的信任 就算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冲突上 这么多年来 是由2014年占领开始 到2019年的这个反修例的大冲突 就是黄丝称之为时代革命 在这个过程里面 已经是非常之 对警队非常之不满 对警队 对警察 香港警察 有很多的愤怒愤慨 但是 无论是2014年的占领 打后其他的本土抗争运动 然后在很多场合 你已经是和这个政府作对 甚至乎你去到2019年 有些人 不是我们 有些人就认为自己在搞革命 搞时代革命 搞时代革命的人 是会报警的 你明白吗 他依然是会相信 就是警队 就算我是在打你 我就算是在冲突 和你冲击你 但是 其实你一定程度 你是一个专业的警察 就算我怎么打你也好 我怎么扔东西也好 我怎么看你门口 扔汽油弹也好 其实 依然有很多人是相信 一件事就是 他也要跟程序做的 他不可以乱来的 他忽然间就开枪打你 他开枪打你 就是开枪打你 他事实上就是开枪打你 他到了2019年 就是开枪打你 就算去到2019年 也有很多人觉得 喂 那些白沙文打人 喂 喂 那些福记人打人 喂 警察不做事 叫警察过来 叫警察再来做事 你自己是在向警察扔东西 你自己是在向警察扔汽油弹 你觉得就是 你自己在向警察扔汽油弹 我扔汽油弹 还我扔汽油弹 如果我被另一个人打的话 这个警察也是应该帮我捉这个人 这样 这个概念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就是 香港人是很忽然相信警察 很忽然相信警察 然后 这个就是说 喂 你说现在 暂时不是 现在只不过就是说 没有居港七年 都还是需要永久居民的人 可以考警察 但是迟些 会不会变成 就是说 喂 不用了 你就算没有香港身份证 都可以考警察 因为香港警察 真的不够人用 这样 好了 会不会发展到这样 如果是早几年的话 大家就会 哇 今天变成公安 大陆人都可以早 怎么知道会运什么人来 这样 但是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 总有 它总有办法 就算香港人对警察这么信任 它也有能耐 去令到你 去令到你就是 有一天觉得 你觉得 直接找中国公安 来管了香港的治安 你会觉得没有问题 甚至乎是更加好 他就是有能耐做到这一步 就等于这两年可以令到我们 喂 我们这些经历过沙士的人 我们多么尊重香港医护 他也有能耐 可以令到 大家觉得就是 哇 现在公立医院那些人 说话 都不知道可不可信 你起码就是 大家集体在这两年 就是为着打疫苗 打疫苗和防疫措施 你一起掩住良心 说谎 你觉得他们一直掩住良心 说谎 你其他在专业判断上 你还怎么能够相信他们呢 由警察 花了几年时间 到医护 到其他专业人士 跟着然后去到政府 整个公务员体系 你逐步逐步都觉得 逐步逐步逐步 逐步逐步逐步 令到他们觉得 哇 香港人自己搞成这样 你怎么办 哎呀 那就是肯定了 找到大陆人来做 如果你不搞到我搵食的话 那就是肯定了 如果你不搞到我搵食的话 那就是肯定了 我觉得 这一天会出现 而且这一天呢 就不远了 大家就 拭目以待了 收到500元货金 刚才那个 就叫 请代上香还臣 因为呢 他呢 这个听众的伯母呢 就中风入院 现在已经出院了 那就谢谢 那另外呢 收多了100元货金 就是求大亨上香祈求家人 和睦共处哦 感谢 那大家就 嘿 大家和气生财了 那一会帮你们上香 好 我们这一节到这里 休息一休息一会 回去继续 看完节目 记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channel 收睇最强频道 订阅《易血时报》